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你们好 肥东青鸽协会 520公里友谊赛 今天早晨7点28分已经开龙了 一共有了一千零六羽鸽子参加今天的比赛 我只送了两只小酱 就凑不热了 有很多朋友说我送少了 你怎么去送两只 你应该把鸽子全部都送上去参加比赛 因为我自己的鸽子自己知道 从上一次比赛以后呢 鸽子一直是灌在家里的 治疗鸽子的水边 我的鸽子基本上没有加飞 就更谈不上去放了 我的鸽子送上去了 丢的几率都是很大的 所以呢 我就只送两只吧 丢也就丢两只 今天我们朝湖呢 有好几位各有 也去肥东了 去试一试 今天本来以为呢 分数不会高 因为看天气呢 沿途都是没有风 令人意想不到的 现在已经倒点这鸽子 分数竟然大到1394 我的鸽子即使回来 能进前800名 那就是很幸运的 极有可能还回不来 因为鸽子长时间都没有飞 这也说不好 也许他还来回来 现在就耐心的等待 看看今天有没有鸽子归巢 朋友们终于回来一只啊 就是225已经回来了 目前的排名是164 终于回来一只啊 这只小刺鸽回来了 昨天呢 我在肥东性格协会 那里叫鸽子呢 有几位老师看了 说这个鸽子不行 当时我也不敢说 这只鸽子是什么鸽子呢 是我的双关鸽王的 僧女 他还入围了 老师们看着都说 那一只比这一只好 但是那一只呢 还没回来 这只小刺鸽子回来了 不错了 我的空距是 567公里 我的鸽子 不是从潮湖水面上穿过来的话 我的鸽子到家最少是580多公里 不错了 我感到很满意了 我以前说今天的高分数 能在前800名看到我的鸽子 我都心满意足 不愧是 双关歌王冠军的后代 现在呢 就看205能不能回来 肥豆鱿鱼菜 胜利落下帷幕 现在呢 抓紧时间 去给朋友们发歌 好了朋友们 再见